葱油焖鸡 今天做一道好吃又简单的葱油焖鸡 鸡肉口感滑嫩,鲜香美味,非常的好吃 首先把鸡腿肉剁成小块 鸡肉不需要焯水,所以一定要清洗干净 泡出里面的血水 加入适量的白醋和面粉,用手抓洗 完了,但用清水冲洗几遍,直到水变清为止 往鸡块中加入生抽和老抽 食盐,白糖,胡椒粉,蚝油和料酒 用手抓拌均匀,腌制20分钟 再来准备葱丝和姜丝 起锅热油,油热下葱姜丝 慢慢炸出它们的香味,直到变黄 把它们捞出来 把鸡块倒入锅中,多炒一会儿 让鸡肉与葱油充分的结合 直到炒至微黄,倒入腌制的汤汁 盖上盖子,中小火焖15分钟 时间到打开锅盖,撒上葱花即可 美味的葱油焖鸡就做好了 香味十足,口感滑嫩,闻着都流口水 喜欢的可以试一试